在電影賭勝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周星馳 他這個賭勝 對上的是法國賭神 但是法國賭神 這個眼睛有通天的本領 他居然可以看到對方的底牌 那真實的賭場當中 會有這樣的場景發生嗎 有 在法國的坎城 就曾經發生了 一個義大利的賭神 他在整個權盟中狂贏 因為他贏掉了五千萬 所以你說電影的情節 怎麼會真實發生 你看上海胎賭神 他飾演的是夜翰 但是夜翰了不起是會天災 電影把他誇大 變成他有透視功能 但是也不是只有他會 他還遇到了 比方說像是 輪椅賭神紅爺 還有你剛才講的法國賭神 Pierre Kasson 對不對 好啦 雖然電影裡頭 周星馳他還是最厲害的 但是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個法國賭神 Pierre Kasson 難道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人嗎 是沒有 可是現在卻有一個 跟他劇情非常雷同的橋段 上演在法國坎城 真的 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剛才看到法國賭神 現在是賭神出現在法國 好 怎麼回事 原來是有三個義大利人 跑到法國坎城的王子賭場 他們一樣能夠看穿牌 有透視功能 這麼厲害 但是大家一定會問 聰博 這個特異功能 仍能夠看穿牌 太扯了吧 不可能吧 沒錯 他們其實並不是真的有這樣的特異功能 而是他們利用了高科技的產品 高科技產品 電影中也有這樣的橋段 立岡你記不記得 在周潤發演的賭神的電影 賭神的電影裡頭 賭神電影裡頭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他的競爭對手 靠著一睛顯影眼鏡 可以看穿牌 就是我講的嘛 服役高科技的產品嘛 只是他沒有想到 人家高鏡也有這樣的配備 只是高鏡比你的更先進 所以電影中不是有一個內容是 高鏡他嘲笑他的對手說 你那副眼鏡是兩年前美國的過時產品啊 我現在眼睛裡頭戴的這個顯影影型眼鏡 是德國最新產品 價值11萬美金 然後還用很不屑 很臭屁的那種姿勢 彈在他面前 大家應該還記得這一段吧 對 好 現在珍惜場景 上演在法國砍城王子獨唱 你說真的有這樣的東西啊 三個義大利人 買通獨唱裡頭的 發牌員 買通兩個 叫他們先在布克牌上面做記號 這個布克牌上面不是有10JQK嗎 就跟電影裡頭橋段幾乎一樣 來 10一條線 J打個勾 Q畫圓圈 K十字 OK 那發牌員在上面 就我講的有沒有 畫一條線打個勾 Q然後還有十字 這些娃娃牌 大家都知道 用這個代號寫上去了 那賭客呢 再戴上了這個所謂的顯影影型眼鏡 你意思說他就可以看到這些 就打勾圈 還有 加這些符號嗎 就可以看到發牌員 被買通的發牌員 預先用神奇藥水畫上去的記號 那當然都贏 結果呢 短時間內狂贏266萬台幣 其實266萬台幣並不多 但是呢 賭場呢 法國的博弈公司呢 都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發現 怎麼有人可以知道牌的內容呢 好 就透過了監視器去看 看看這些人有沒有什麼異狀 結果發現有異狀 有 看出端倪了 就這三個義大利人 他們會故意贏三把再輸一把 譬如說前三把贏了一萬五千塊 第四把他就故意輸一半 七千五百塊還給莊家 好讓莊家都覺得說 這個人也不是穩贏的 但是呢 聰明反被聰明誤 也正因為他們永遠都是 贏三把輸一把 贏三把輸一把 所以法國的王子賭場 就知道這些人怪怪的 但你頂多只能覺得他怪 你也沒有證據能夠抓他 賭場就講 要是你們再來賭 我就要把你抓起來 沒想到兩週後 這些人又不請自來 又贏了八十萬台幣 這回就被法國王子賭場的人 給抓起來 他們把他帶到了保安室裡頭呢 二話不說 立刻把日光燈全部關掉 關掉之後就拿一個特殊儀器 在這三個義大利人前面的眼睛開始掃描 就發現 少說什麼 義大利人眼睛的瞳孔 全部散發出那紅紅的光線 嘿 你戴一金顯影眼鏡 你說像這樣子 就是這樣 你說這樣子 對 用燈光掃描之後 就發現了他們的顯影的隱形眼鏡了 那這些人當然就被移送訪拜 也包括那兩個被買通的員工 他們共稱 其實他們早就已經這樣子削了大概快五千萬的台幣了 那當然這些人都被王子賭場以及其他賭場列為黑名單 而他們這三個本來被以為是賭神的人 最後變賭棍 有沒有注意到 出了老千 出了老千可以贏大錢 但是不能被抓到 抓到就是犯法了 但我們注意 東歐的老千集團其實已經開始出手了 他們下手的地方是哪裡呢 英國的利斯酒店的俱樂部 他們進到了那酒店裡面 玩輪盤 兩天內 贏走了七千萬台幣 你現在看到這個圖就是利斯酒店俱樂部 你看金幣揮廣 好豪華 非常豪華 非常漂亮 這在倫敦也是數一數二的俱樂部 那能夠來這邊賭博的人 當然是非富即貴 對 那這個時候最近就跑來一個東歐三人組 這裡頭兩個是塞爾維亞的男生 一個是匈牙利的一個美女 那三個人很奇怪 他什麼也不賭 他就專門鎖定輪盤 鎖輪盤 你知道輪盤機率是很難中的 因為你在那麼多的號碼頭要選對 其實那個機率很低 是啊 那個珠子在那邊滾啊滾啊滾 你怎麼知道那珠子會落到哪去呢 可是很奇怪 這三個人就運氣特別好 他第一天晚上就贏了十萬英鎊 厲害 十萬英鎊不少錢了 好幾百萬台幣 是啊 然後第二天晚上更誇張 他贏了120萬英鎊 等一下 十倍耶 對啊 前一天十萬第二天變120萬了 對 所以他兩天就贏了130萬英鎊 相當於台幣7464萬 手氣好不得了 我跟你講好手氣好嗎 賭場絕對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賭場是不是覺得他贏太多了呢 我跟你講任何一個賭場都一樣 我絕不可能讓賭客贏我這麼多錢走啊 我假設每個賭客都這樣 都是運氣好那我賭場找到倒閉了 所以他們就要開始研究了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 至尊無上這部片子裡頭 那個譚詠玲啊跟向華牆啊 他們發覺有賭客有問題的時候 就不斷地看他的閉路電視 重複觀察他們到底做哪一些動作 結果他們研究了一陣子之後 發覺為什麼每一次要開賭的時候 就是要重新開一個新的賭盤的時候 他就故意把他的手機擺在那個輪盤旁邊 手機擺輪盤 對 他是做這個動作 他們覺得這不可能 這一定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喔 然後他們就研究到底是什麼問題 後來發覺原來啊是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很簡單 他們那個手機裡頭 藏了最先進的雷射測量儀 你知道 他這個雷射掃描儀呢 直接就在輪盤轉動的時候 他們開始掃描 掃描的時候在下注前 他們就把這個訊號傳回去 他們外面的通檔 從外面通檔 用電腦的程式去分析 分析下看那個 這個鋼珠裡頭那個球 落點會在哪一個區塊 怎麼這麼厲害啊 對他們就這樣用這樣的去預測 所以那個盤子還在轉啊轉啊轉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預測 所以那個珠子會落到哪個點 然後預測完回來之後 再傳回給他的手機裡頭 告訴他你們要下注在哪裡 所以他們就靠這個方法 就贏了七千 兩天贏七千四百六十四萬台幣 嚇死人耶 那後來這樣破解出來之後 警方還去特別做研究 發覺你輪盤本來命中的機率 是三七分之一喔 那非常低 結果呢 經過他們這個辦法 命中率提高到六分之一耶 非常強 那最好笑的就是 英國這個賭場 後來就跟他們打官司 結果法院竟然判賭場輸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直接干擾到 你這個賭具的進行 所以這個在英國算是不犯法 所以你錢還是要賬付給他們 哇你可曾想過一件事情 玩輪盤我居然用那雷射測距 然後再精算之後 我可以算出那珠子的落點 我想問一下代大哥了 你可是賭神 我想問一下 究竟怎麼樣達到的 有可能嗎 其實各位如果說注意的話 有時候呢 就是新聞上都會說 比如說某某衛星呢 在這個人造衛星呢 它經過繞了很多年以後呢 這個衛星呢 因為地心營的關係呢 它現在要掉下來了 那這個輪盤本身的原理呢 跟這個衛星繞地球是一樣的 你是說那個珠子在這邊繞的時候 它也像那個衛星在繞著地球走一樣 會一直繞圈繞圈的時候 也是有這地心引力的問題嗎 這些東歐人呢 他們呢 當這個輪盤禁止的狀況的時候呢 當然他就已經先拿他的這個 手機上面的攝影機呢 就固定在這邊 然後當這個核關呢 拿起這個珠子呢 開始丟的時候呢 當然已經攝影也攝到了 對不對 當然這個手機本身是固定位置的 所以呢 他就說好 今天這個珠子開始轉了 對不對 那麼原始的位置在哪裡 嗯 那麼經過轉一圈的時候呢 第一圈 譬如說 經過了這個位置了 對不對 要多少 然後這時候開始算 對不對 然後第二圈出來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時候 三秒鐘 所以你說第一次經過的時候 需要三秒鐘的時間 對 然後呢 然後繼續再轉 對不對 第二次經過的時候 經過大概3.5秒 你說這樣子算出來的結果 是3.5秒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轉的時候呢 這珠子會越轉越慢 那差了0.5秒 對 對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呢 經過4.2秒的時候呢 珠子才經過 4.2秒 那就差了0.7秒了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呢 這個珠子會越轉越慢 最後會掉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 用這樣子的秒差來算出 這個珠子走的速度 會越來越慢 對 所以他就 他今天來講呢 就能夠預測到 預測到說是這個 就是他剛剛 剛剛說過了 預測到六分之一 就是說這個 在一個輪盤上面的話 是有37個號碼 所以 所以掉下來 基本上重的時候 是賠35倍 那舉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這個 當 就是剛剛講的 當我們算出來了 可以算到六個號碼 就是這個珠子 可能會落在這個六個號碼 這個時候呢 用這個 無線電的通知 這個下注的人 因為 在輪盤在 珠子在進行中間 還沒掉下來之前的時候呢 也還是可以下注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趕快就通知 比如說這時候通知過來說 這是061327282936 算出來的結果是 這幾個點 可能是一個結果的論 就是在這些地方了 那譬如說這個桌子呢 最多能夠下1000英鎊 那這個時候呢 很快的 趕快呢 就是說 當然這些 動物人已經訓練好了 他很快呢 就把這個籌碼 就放在這六個號碼上面 就放在這六個號碼上面了 對不對 那麼這個時候呢 核官就說 停止下注 這個時候呢 掉下來 就能夠種了 那這樣子下注出來的時候 結果一共六個號碼 那各下注1000的話 那等於是下注了6000嘛 對 下注6000 對不對 那基本上來講 中一個號碼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中的那個號碼本身呢 會35倍 就35000塊 對不對 那另外五個號碼沒中嘛 對不對 所以這5000塊就扣掉了 所以你的意思說 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我就中了35000塊 我再扣掉 假如說這五個沒有中的話 那我扣5000 我等於是賺3萬塊錢耶 對對對 那還是賺啊 對對對 所以等於是我今天一把下去 都賺3萬英鎊啦 哇我們沒有想到 在賭場裡面 居然伎倆這麼的多 但是賭場裡的監視器 賭場裡面的保安人員 他們看得這麼仔細 簡直是滴水不漏 可是我們的國防部 正常來說 也是要滴水不漏啊 居然昨天有個女子 大搖大白走進去了 他究竟是誰啊 休息一下 來揭秘